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有机会 他就向西侵犯秦国 西边如果没机会 他就向东开疆破土 以上是秦魏关系的全景 再看静景 秦国这边 国军 英明神武 国力蒸蒸日上 而魏国啊 最近被七国打得很惨 小弟们全都不跟他了 这正是秦国趁火打劫的好时机 魏国支撑不住 一定会向东迁都 有一退就有一进 秦国正可以扩大东线地盘 把魏国西部的地利全部据为己有 当秦国得到这些地利之后 就可以向东制服天下诸侯 开创帝王之业 公孙杨的这番话 司马光是从史记抄过来的 时间更早的吕氏春秋也有记载 但无论哪种记载 显然不会是公孙杨的真实发言 因为在这个时候 魏国已经从安逸迁都大量了 我们回顾一下前边讲过的内容 周显王八年 也就是秦孝公余年改元 决心把秦国引向复兴 吴童树招来了公孙杨的那一年 这一年在魏国是魏惠王九年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 魏惠王在当年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迁都大量 二是把旁弃之手赐给百姓 以魏国迁都这么大的事情 资质通鉴竟然只字未提 明显不合情理 但这个不怪司马光 因为他依据的原始材料是史记 史记魏世家把魏国迁都大量 定在二十五年之后的魏惠王三十一年 这就让相关年份里的很多事情解释不通 这些矛盾很可能让司马光相当纠结 但他终于还是基本依据了史记魏世家的时间节点 把魏国迁都大量定在周显王二十九年 这样一来 和这个时间节点有矛盾的历史事件 就只好被删掉了 周显王二十九年 公孙杨建议乏位倒是真的 至于建议的具体内容 资质通鉴的记载就未必合乎实情了 无论如何 秦小公同意乏位 派公孙杨挂帅出政 那么新问题来了 公孙杨作为秦国总理 主持变法大业 应该始终坐镇在中央政府才对 打仗这种事 派一名将军不就可以了吗 看人家魏国 不管是白规总理还是会师总理 都不会出来打仗 再看人家齐国 邹纪总理不但不出来打仗 还竟在大后方使坏 将相分工 才是战国时代的大势所趋 公孙杨作为一名一路向前的改革家 难道想退回春秋时代 出将入相的老派作风吗 公孙杨为什么非得亲自出征 答案要到吕氏春秋里长 吕氏春秋有一篇 吕氏宣扬道义把道义提高到百事之史和万里之本的高度 认为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以道义为出发点 背信弃义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全面列举了四个背信弃义的典型 第一个就是公孙杨 先说公孙杨和秦国的关系 和统治阶层既不战轻也不戴故 只是凭着能力在秦国得到重用 那么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 除了带兵打仗之外 就没有其他途径了 这话在我们看来有点奇怪 因为主持变法才是公孙杨最能体现能力的地方 但哪里需要亲身去打仗呢 这就要考虑到吕氏春秋是秦国的书 成熟于战国晚期 会带着秦国特殊的右侧眼镜来看世界 毕竟公孙杨的变法和其内容就在更战二字 一切功劳都要从更战而来 而更的上限太低 立不了大功 要想立大功受重伤 就只有战这一个渠道 即便是公孙杨本人都做到国家总理了 还是得靠大仗牟利 这就见得出更战相关的激励机制在秦国有多强大 也同样建筑在秦国的政治体制里 一切都为打仗服务 一切都要向打仗让步 战争就是整个国家的发动机 而且所有人都想身在油门 在跟魏国这边 魏惠王应该很郁闷 欺负人原本是自己的强项 没想到风水轮流转 轮到自己千二连三被别人欺负了 好在打仗在魏国早已经常态化了 兵来降党嘛 派公子昂迎战公孙杨 魏国刚刚折损了一位太子 这会儿又派出一位公子 正如孟子说的那样 魏惠王这是以其所不爱 及其所爱 又一次把亲生骨肉送进县地 到了两军队垒的时候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两军队垒 常理上说 要么僵尸不下 要么就实实在在的打一场决战 但是公子昂既然收到了 公孙杨的一封书信 内容啊 从叙旧开始 大义是这么说的 想我当年在魏国的时候 和公子相处的愉快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啊 现在你我兵戎相见 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 可不能因为公务 就伤了我们的私人感情 要不这样 咱们俩见上一面 一起立下盟事 两国互不侵犯 然后好好的喝两杯 再各自撤兵回去 让两国百姓不受战乱的困扰 尽享和平的生活 这封信的内容 看来说到公子昂的心坎里了 和公孙杨既然是老相识 彼此知根知底 当年私交也还不错 如果可以借着这份人情 兵不血刃就能完成任务 还能因此和这位 手握秦国大权的风云人物 联络上感情 哎 何乐而不为呢 公子昂没能想明白的是 各自退兵 看上去是各让一步 双方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 但其实秦国是入侵的一方 魏国是防守的一方 如果入侵一方寸土未得 那就意味着防守的一方成功了 也就是秦国败 魏国胜 以公孙杨那样的人情 怎么可能主动去吃这种暗亏呢 只要想通了这一层 就能明白这封信里一定有诈 更何况以秦国的军功制度 公孙杨的退兵 除了要吃胜负的暗亏之外 还要承受来自三军将士的强大情绪压力 但是人类呢 有两个赤命的天性 第一 总是容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 第二 总是容易觉得和自己地位相当的人 一定和自己的想法心态相当 但是公子昂出身显贵 没受过社会的帅打 公孙杨虽然顶着一个公孙的虚名 却是凭着一己之力 一路披荆斩棘才挣到今天的地位 血统对上了能力 贵族对上了流氓 于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牧者名 就在盟事结束 酒宴开设的时候 公子昂被公孙杨暗中埋伏的武士 轻松擒获 就这样 公孙杨打着叙旧和和平的幌子 诱补了魏军主帅公子昂 为兵以诈力这句话 做出了崭新的权势 按说擒获了公子昂 接下来靠谈判 就可以从魏国拿到不少好处了 按照孙子兵法的原则 不战而屈人之兵 才是最高明的战术 公孙杨到底会怎样扩大战果 达到利益最大化呢 就在尽力核上